圆曲故事 与科学技术交相辉映的是文学艺术 这个领域的成就同样令人瞩目 而文人画的确立则无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事实上元代以后它就成为画坛的主流 而开创这种审美趣味和艺术潮流的 则是元初赵孟甫和元季四大家 黄公望 王蒙 倪赞 吴振 没错 他们的作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人画 元代文人画的共同特点 是极其注重文学趣味 书法趣味和笔墨趣味 诗词和书法构成画面的有机组成部分 并与红色的印章相映成趣 形色是不重要的 色彩和光影也可以没有 视角更不必在意 因为线的飞尘勾勒就是造型 墨的枯湿浓淡就是色彩 点的疏密纵横就是视角 村的匹马俯匹就是光影 水与墨就这样构成画家笔下的大千世界 这个世界单纯而丰富 无论赵孟府之书法用笔 皇宫望之水墨涉色 王蒙之欲燃身锈 吴振之气象苍茫 都无不于极简的笔墨中 蕴含极深的意味 至于泥赞的山水 更是天真忧淡 肃杀寂寞 有一种若隐若现 说不出来的哀愁 原画与唐颂大不相同 无疑 这种风格的形成 跟画家的身世关系不大 赵孟府追封魏国公 皇宫望归一全真教 王蒙归隐山林 迷赞富甲一方 而吴振则脉步为生 如此处境归宿各异 情趣和异序却相当趋同 这就不能不归结为 时代所使然 实际上 元代文人化表现出来的 正是在野士大夫的主观情绪 所谓一笔草草 不求行似 了以自愚云云 无非是以写胸中之义气 来排遣胸中之郁闷 难怪文人化 会在明目清出的八大山人 和苦瓜和尚那里 达到顶峰 毕竟 他们跟元代画家的心 是相通的 那是一种难以言状的感觉 的确 元代知识精英们的诉求 是既要提高个人的社会地位 又要延续华夏的文明传统 可惜 这两种愿望 往往都难以实现 于是越来越多的人 远离官场 朝廷和政治中心 成为僧道 或从事其他职业 是啊 不能从政 那就学艺 不能志军遥顺上 那就志身九流中 反正总得做些什么 至于是雅是俗 则不一定 也无所谓 因此在理学北传的同时 剧曲 南下 剧曲 就是杂剧和散曲 元代杂剧 可以追溯到两宋 都兰瓦舍的表演 散曲 则是受到游牧民族影响的 俗谣理曲 都是通俗文学 通俗文学成为主流 甚至成为标志性成果 无疑是时代史安 尽管按照文学自身的规律 也会走到这一步 词的兴起和繁荣 就证明了 刀雅艺术 其实起源于民间 通俗文学 也迟早会走进殿堂 只不过需要环境和机遇 金和圆 就提供了这种土壤 实际上 尽管两宋之际的中国南方 就已经有了被称为南系的 温州杂剧和永家杂剧 但杂剧 首先兴盛于北方 重要的剧作家 卢关汉清等 也都是北方人 则为不争的事实 那些快智人口的经典名作 比如斗鹅渊和西乡记等等 也都首先是在北方 而且是在元大都上演的 这里面 难道没有原因 当然有 原因之一就在 统治者的态度 南宋上流社会 对通俗文学和民间艺术 总体上是排斥鄙视的 朱熹等理学家 甚至直接禁止 地方戏曲的演出 金元当局则不同 他们并不那么看重 文学艺术的意义 因此也不会多管闲事 由此宽松的环境 和自由的空间 杂剧就蓬蓬勃勃地 发展了起来 知识精英的身份转变 则是另一个原因 对社会现实的绝望 与政治生活的绝缘 使他们在平治天下之外的领域 成为新的建设性力量 而且离统治阶级越远 离底层人民就越近 自己的身段放得越低 艺术的成就便越高 关汉清就是这样 作为剧作家 他的敬业和投入 已经到了弓箭排场 面敷粉末的程度 对于一个曾经担任 太医院官员的世人来说 这并不容易 但为其如此 关汉清才能做到 懂戏剧 懂舞台 懂观众 懂表演艺术 他的剧作 也才会那样悬念不断 高潮迭起 思思入寇 催人泪下 同样 我们也有理由认为 关汉清 懂得世道艰难 和民间疾苦 否则他写不出这样 惊心动魄的唱词 为善的 受贫穷更命短 造恶的 想富贵又受严 天地也做得个 怕硬欺软 却原来也这般 顺水推传 地也 你不分好歹何为地 天也 你错堪咸鱼 网坐天 这可真是字字写 生生泪 我们知道 伟大的艺术品背后 总是横握着人类 亘古的苦难 像窦额渊这样的 传世经典 则是南宋文人 史达夫们写不出的 他们太有优越感了 哪怕在亡国之后 杂剧在北方兴盛 绝非偶然 然而 南方毕竟是 人文汇翠之地 也是华夏文明 得以保全之都 因此南北混一之后 关汉清等人 便相继南下 剧曲的创作中心 也随之难移 与理学的北传 形成对流 可惜杂剧南下之后 却由黄金时代 转向衰微 中为南戏压倒 并在原末明初 形成有别于杂剧的 传奇戏 其中奥秘 一言难尽 气候环境的不同 造成水土不服 或许是原因之一 有成就的是散曲 散曲包括小令和套数 与杂剧同属圆曲 也都使用当时的北曲 但又分属不同体材 散曲是诗 杂剧是戏 所以杂剧也叫剧曲 有剧曲 有散曲 合起来就是圆曲 这是一种新型的艺术样式 跟杂剧一样 散曲兴起于北方 流行于市景 某些曲调 比如山坡洋 和褶腊谷等等 也可能来自农村 和少数民族 因此散曲虽然也有格律 却比诗词宽松得多 押韵既可以不拘平泽 浅词造句 也更平民化和口语化 比如 从来好事天生俭 自古瓜儿苦厚田 虽然是对账句 却明白儒话 又如 妙不灵狐利样瓦 官无事 巫蜀当雅 这可真是大雅若俗 充满生活气息的 还有这一首 挨着靠着 云窗同坐 威着抱着 月枕双歌 听着数着 愁着怕着 早四更过 四更过 情未足 情未足 夜如梭 天哪 更润一更儿 防渗 这是一首情歌 作者叫 冠云石 未无而人 只不过 他住在杭州 他的三曲 也是巨曲南下的成果之一 实际上 原曲作者中 很有一些不是汉族 比如阿里西英是回族 大石维吟是阿拉伯人 外国人和少数民族作家 用汉语创作诗词 早已有志 金章宗完颜井的造诣 就很高 大元是多元文化王朝 出几个这样的曲作家 并不足为奇 更何况 他们的水平也不低 比如蒙古人 阿鲁威的这首 问人间 谁是英雄 有诗九临江 横朔曹公 紫盖黄旗 多应戒得 赤壁东风 更惊起南洋卧龙 便成名八镇途中 顶足三分 一分西蜀 一分江东 这气势并不输苏东坡和新气急 西域人蓝楚芳 则是另一种风格 我是市村 她斑斑丑 丑则丑 村则村 一箱头 则为她 丑心而真 博得我村情而厚 似这般 丑眷属 村配偶 指出 天上有 村 村 就是蠢 蠢姑娘爱上了丑小子 只因人而虽丑 心而却真 因此 这丑眷属 村配偶 竟是天上才有 这可真是 质朴坦诚到 让人忍俊不禁 只笑出眼泪来 值得注意的是 散曲虽然通俗如此 却并非不能入雅式的法眼 文人画的领袖人物就有撰写过散曲的 比如赵孟府之后亭花 清夕一夜粥 芙蓉两岸秋 又如霓云林之人月圆 当时明月 一一素影 何处飞来 但更像文人画的 却是马志远的这首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 人家 古道西风 寿马 夕阳西下 断肠人 在天涯 虽然白画白描 却余味无穷 同样必须说到的 还有张养浩的这首 风鸾如炬 波涛如怒 山河表里 同关路 望西都 一愁愁 伤心秦汉 惊行处 宫阙万间 都作了土 兴百姓苦 王 百姓苦 这样的作品 与宋词相比 也毫不逊色 难怪许多学者都认为 唐诗 宋词 和原曲 是中国诗歌的三大高峰 此后 中国文学将进入小说的时代 小说 尤其是长篇张回小说 比杂剧的容量更大 也更符合文学艺术 走向大众的总趋势 文学艺术 是民族敏感的神经 高雅的文人画 连同通俗的杂剧和散曲一起 证明了元代 确实是一个转折点 更何况 这种转折 还是世界性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